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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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应该有人搬运这个模组 所以不能科学上网的小可爱们可以自行搜索下哦 第二个模组是CAS界面更多列 这个模组其实还是蛮普及的 之所以第一期必备功能性模组推荐视频没有介绍它 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或者都看见过 但是上次视频发布后呢 有一些小可爱还是问到了这个模组如何下载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和新入坑或者还不知道的小可爱们介绍一下 它的作用呢非常简单 就是替怀你CAS界面下的展示列数 像我这种模组超级多的人 如果只是系统自带的两列肯定是不够的 这个模组本身呢包含三列四列和五列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载就好啦 第三个呢是脚趾贴图替换 这个模组其实不属于功能性的 只是一种皮肤细节替换的模组 但我今天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由于前一阵子水疗日游戏报的更新 我们的模拟小人终于可以去做美甲了 像手部的细节还好 但游戏原始的脚部细节 怎么说呢 有一个雪糕不知道小可爱们吃没吃过 在我们这呢叫大脚板 就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它俩非常的像 但是用了这个模组后呢 我们的脚就像是掰开了脯一样 根根分明直直清洗 做完美甲后呢也是非常的赏心悦目呀 不过这个类型的模组有超级多 我今天分享的是 我比较喜欢的脚型和用下来 感觉不会对游戏和小人的动作呀 穿鞋呀有任何影响的一个 第四个模组是 具有浪漫关系的模拟人 可以在床上进行搂抱互动 之前模拟人生系列游戏呢 模拟小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都是会有一些简单呢 甜蜜的细节互动 但模拟人生四里是没有的 睡觉就是睡觉 它们像盖了一个铁被子一样 一旦盖上了就像是被封印住了 现在我们拥有了这个模组之后 具有浪漫关系的小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会这样时不时的搂抱到一起 就很甜蜜的感觉 铁被子呢也换成了棉被子 相信他们自己也是非常的开心啦 嘿嘿嘿 好啦 桃子的B位功能性模组第二弹 也就介绍到这里啦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小可爱们有些帮助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帮桃子点个赞发个评论 谢谢大家啦 好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